最後其實主要我歸納最常被用到的型態 不外乎就是不0 就是0跟1 所以以後 你看到0的話就是False 1的話就是True 那其實有點像開關 你在開關上面也可以看到 上面寫個0的話就是關 1的話就開 有沒有 那所以其實像我的習慣 我其實通常我比較懶 我就不打False 我打0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什麼什麼等於0 就表示那個是False 那什麼什麼等於1 那就表示True OK 就開關一樣 反正開就是1 關就是0 1就是True False 在任何程式語言都一樣 就是反正你打個0就等於是False 打1就等於True OK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打True 因為True要打四個字 1要打一個字 False要打五個字 0要打一個字 OK 那這個概念其實不管是在Python也好 Java也好 或者是VBA Excel都一樣 所以我後來好像幾乎很少打那個False 我打0就好了 OK 所以以後你看到有人 為什麼有人不打False 直接打0也可以 應該都相通的嘛 OK 也比較好記啊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False的第二個的話是整數 其實 其實這兩個其實就是數字 那數字是每小數點跟小數點 然後一個是字串 就剛剛我們講的 所以請各位 待會也許把那個 剛剛這個範例 再稍微改一下 比如說把這個3改成3.2好了 然後把5的話前面加雙以後 然後這個的話也把它改雙以後 那什麼意思 換一個形態 假如啦 因為有的時候 你輸入資料的時候 他剛好輸入資料進來的 他會是一個文字 像我們後面會練習 有一個 有一個函數叫Input Input就是說 他可以讓使用者輸入資料 可是他輸入資料進來的 你即便拿5 他會給你一個不是數字5 他會給你文字5 他給你文字5 那怎麼辦呢 你後面要做計算 那你變成你要轉型 類似模擬這種狀況 好 那可是要怎麼轉型才是正確的 第一個 你這樣運算 但你現在 假如是這種狀況 你執行錯應該出來哪裡 才應該可以猜得到 因為它是文字了 所以你串接得到的結果 這兩個都是文字 串在一起應該可以串 所以變成5 532 所以是532 但是如果你在 它已經文字 你再轉文字 它會出錯 執行看看好了 你會發現得到結果 居然是這樣子 有沒有 53.2 5加3.2等於5 為什麼 因為它會是一個文字串 所以它變5加3 是串不是計算 所以變成說 它是串接 而不是計算結果 那你說不對啊 這樣結果這樣沒有BUG 不過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個加一個String 它這邊沒出錯 因為它本身是String 自串 然後你在轉自串 它還是自串 所以它並不會影響 OK 所以特別是 如果 假如它本身是 然後你又再轉一次 等於是多此一局 但是它不會發生錯誤 也就是它認為這個沒關係啦 但是問題不對啊 我要的不是這樣的結果啊 這個簡直是很奇怪的結果 那所以呢 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先把這個轉換成整數 轉換成整數怎麼轉 很簡單 記得在外面加一個IMT 牽刮虎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5轉換成數字5 意思說把這個5 它經過IMT之後 它就會轉換成5 那IMT的話呢 意思是說 幫我把它轉換成整數 所以如果假設 它有小數點的話 它一律就沒有小數點 所以你說 那老師那B怎麼辦 B如果假設 那我用IMT 你會發現加起來的結果 它得到的呢 就會是 這個點2就不見了 所以執行結果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Value錯誤 這個地方為什麼Value錯誤 有沒有這個地方喔 以後你看到Value Value就資料 資料錯誤 而且它跟你講說 不對喔 你這個裡面放的是一個小數點喔 那為什麼你叫我用整數的方式轉換呢 OK 那顯然它不接受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轉換成小數點的話 把IMT 改成Floze就可以了 所以它不能這樣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其他的程式像 VPA的話 它這個是可以過的 它直接就幫它轉成3 在這裡Python不行 所以你必須要什麼 把它改成Floze OK 那你可能要記一下這個Floze Floze這個 怎麼拼啦 OK 如果記不起來沒關係 雲端上有啦 Floze是轉成浮點的意思 所以喔 它會把什麼 3.2的文字 轉換成3.2的浮點數字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加總結果呢 才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 再多類型一個 所以今天的總結一下 反正呢 將來如果是 數字要轉文字的話 那就是 STR 如果是要把它轉成整數的 像這個裡面只有 沒有小數點 那就INT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記得用Floze OK 這樣的話呢 轉型沒有問題 後面就比較好解決了 因為未來常出錯誤的 都是形態錯誤 好 那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假設做完之後 那請各位把這個做存檔 因為最後的話呢 下一次 假設我們要繼續做的話 你找不到 所以存檔 儲存 這上面有個存檔 那我是建議 你把它存在哪裡呢 你可以把它存 自己再建一個新的資料夾吧 這邊在C疊 C疊的根目底下 那也許你就開一個新的資料夾 像這邊的話 我按右鍵 這邊有新增資料夾 然後資料夾名稱的話呢 當然也許你可以 我習慣加個underline 為什麼 因為它排序會排在前面 然後加一個python 也許叫2023 也許2023 OK 好 假設這個資料夾 那我就把它存到裡面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什麼名稱呢 比如說第一支城市好了 假設 第一個城市 是喔 OK 那它其實有支援中文的喔 OK 你要打英文也可以啦 好 那把它存檔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那將來如果說 下一次你上課 你要再把它打開的話 很簡單 開啟 Open 然後找到哪裡呢 找到我們的C疊底下嘛 我是放在那個 python2023這個目錄 那你要把它點開來 它又打開來了 但是它大小 這太小把它C疊底下就可以 所以你們可能要記一下 那個快速鍵 C疊底下 C疊底下 OK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